请到我家里来住 于是强留我们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 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 她被巫鬼所赋 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 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 对你们传说叫人的道 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 保罗就心中厌烦 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了 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 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他们到世上去建首领 又带到官长面前说 这些人原是犹太人 定骚扰我们的城 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官长吩咐 拨了他们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将他们下在尖里 辱夫禁足严谨看守 禁足领了这样的命 就把他们下在内尖里 两脚上了木狗 约在半夜 保罗和希拉祷告 唱诗赞美人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 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 监门立刻全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进足一醒 看见监门全开 以为囚犯已经逃走 就拔刀要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要伤害自己 我们都在这里 禁足叫人拿灯来 就跳进去 战战兢兢地 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 又领他们出来 说 两位先生 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他们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 当夜 就在那时候 禁足把他们带去 洗他们的伤 他和属乎他的人 历时都受了洗 于是禁足领他们 上自己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到了天亮 官长打发差役来说 释放那两个人吧 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 说 官长打发人来 叫释放你们 如今可以出监 平平安安地去吧 保罗却说 我们是罗马人 我们是罗马人 并没有定罪 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 又把我们下在尖里 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 这是不行的 叫他们自己来 来领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话 回禀官长 官长听见 他们是罗马人 就害怕了 于是来劝他们 领他们出来 请他们离开那城 二人出了间 往吕迪亚家里去 见了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 就走了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保罗和希拉经过 安非波里 亚波罗尼亚 来到贴萨罗尼家 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长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臣民 基督必须受害 从死里复活 又说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 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 就父从保罗和希拉 并有许多前进的希拉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 心里嫉妒 招聚了些市井匪类 搭伙成群 总动合成的人 闯进耶稣的家 要将保罗 希拉 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 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 拉到地方关那里 喊叫说 那搅乱天下的 也到这里来了 耶稣收留他们 这些人都违背 凯撒的命令 说另有一个王 耶稣 众人和地方官 听见这话 就惊慌了 于是 取了耶孙 和其余之人的宝状 就释放了他们 弟兄们 随即在夜间 打发保罗和希拉 往比里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 闲于贴撒罗尼家的人 甘心领受这道 天天考察圣经 要晓得这道 是与不是 所以他们中间 多有相信的 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 男子也不少 但贴撒罗尼家的 犹太人知道 保罗又在比里亚 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 耸动搅扰众人 当时弟兄们 便打发保罗 往海边去 希拉和提摩泰 仍住在比里亚 送保罗的人 带他到了雅典 祭领了保罗的命 叫希拉和提摩泰 速速到他这里来 就回去了 保罗在雅典 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就心里着急 于是在会堂里 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 并每日在世上 所遇见的人辩论 还有伊比举鲁和斯多亚 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有的说 这胡言乱语的 要说什么 有的说 他似乎是传说 外邦鬼神的 这话是因保罗传讲 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 说 你所讲的这新道 我们也可以知道吗 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 传到我们耳中 我们愿意知道 这些事是什么意思 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 都不顾别的事 只将新闻说说听听 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 上面写着 为时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神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 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 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 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 有人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我们既是神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艺 心思所雕刻的金 银 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坚强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 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机窍他的 又有人说 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 信了主 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 名叫大玛里 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这世以后 保罗离了雅典 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 名叫亚居拉 他生在本都 因为格老丢 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晋带着妻 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 保罗应与他们同业 就和他们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 保罗在会堂里辩论 劝话 犹太人和希腊人 希腊和提摩太 从马其顿来的时候 保罗 保罗未到迫切 向犹太人证明 耶稣是基督 他们既抗拒 毁谤 保罗就抖着衣裳说 你们的罪 归到你们自己头上 与我无干 从今以后 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于是离开那里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 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 是敬拜神的 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斯部 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 就相信受洗 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 我有许多的百姓 保罗在那里 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到家流 做亚盖亚方驳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 攻击保罗 拉他到公堂 说 这个人 劝人不按照律法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 家流就对犹太人说 你们这些犹太人 如果是为冤枉 或奸恶的事 我理当耐性听你们 但所争论的 若是关乎言语 明目和你们的律法 你们自己去办吧 这样的事 我不愿意审问 就把他们撵出公堂 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 在堂前打他 这些事 家流都不管 保罗又住了多日 就辞别了弟兄 坐船往叙利亚去 百吉拉 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 就在尖格里 剪了头发 到了以福所 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自己进了会堂 和犹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